嗨 大家好 我是David 今天是我们在迪拉纳的第二天 Day 2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斯坎德贝广场 好像这边有舞蹈表演 我们过来看一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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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哦, kshy n'i shoshe qika konama t'mira oh, jatë t'pukra kshy n'i shoshe ochga kari të nana 耶,哦, kshy n'i shoshe ochga kari të nana 我们先准备去看一下 阿尔巴尼亚历史博物馆 外墙好像在围起来在维修 这就是阿尔巴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 外墙在维修 但是呢 博物馆还是在开在营业 阿尔巴尼亚虽然国土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呢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这里显示出呢 阿尔巴尼亚这块土地上 二十五万年前就已经有 人类活动的痕迹了 阿尔巴尼亚虽然国家历史博物馆 阿尔巴尼亚虽然市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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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迪拉纳最有名的一个钟塔 当时是由首都迪拉纳和一些富商捐资建成的 这个钟是当时从德国定制的 现在已经掩盖在这边旁边正在兴建的摩天大楼中 我们现在去布朗库街区 布朗库街区是迪拉纳一个著名的餐饮区 以前也是在获查当政时候的政府高官的居住区 据说在当时普通的民众是不能进入这个街区的 远处已经可以看到高山 相对来说我们现在应该迪拉纳处于一个盆地当中 阿尔巴尼亚现在的垃圾也分类了 现在我们就到了布朗库街区 这个街区呢刚才看到了瑞士大使馆 可能也是使馆区 这边属于夜生活和餐饮的一个区域 沿街都是各种各样的餐厅 意大利的著名的 现在我的右前方这栋房子就是 前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人获查的故居 对就是这种房子 这就是货查的故居 我咋手重生啊都没人打理 现在应该是已经闲置着也不 闲置着没人打理啊 那没什么咋场 花园是非常的大 尽管这个房子从现在的角度来说 也算不上有多豪华 但是几十年前 住在这样的地段 还是比较特殊的 还是比较特殊的 是这功夫吗 它叫功夫Express 还有炒饭炒面都有 我手指的地方就是 阿尔巴尼亚前领导人 恩威尔霍查的故居 正对面 这里就是这家亚洲风味的餐厅 现在这家店我们进来了 其实他也不是要正功夫 有点接近正功夫的元素 功夫Express爆炒 我们坐下来吃点 我们坐下来吃点 算是 snack 果中的零食 谢谢了 中国某品牌快餐的一些元素 但其实不是一家 中国味道 除识表演唱会 我们坐下来吃点 因为我们坐下来吃点 我们坐下来吃点 还有两个儿子 好几次 这是 因为我们不用怕 所以我们住在这隔下来吃点 所以我们每次凌亚 然后坐下来吃点 因为我们坐下来吃点 咱们坐下来吃点 Ghow 好 ged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 way back a year ago 今天是星期六 下午的16点 我们现在过来 做饭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这一家在湖中约上的 餐厅就要 牵洗花园 这个是 烟熏三文鱼 烟熏三文鱼的生菜 我吃的是一个 义式的虾仁和鲁粉味饭 看的还不错 ok 要吃 先先去 咱们 相信 还不错 才能 可以 n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